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些垃圾桶 它们不仅人见了不多 甚至都要去里面捡东西吃 它就是纽约的垃圾桶 众所周知 纽约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 也是一个超级国际化的大都市 在世界上超越纽约的城市寥寥无几 这样一座大城市每天产生的垃圾也是不少 但是在纽约的垃圾桶里面最多的不是各种生活垃圾 而是各种食物水果 蔬菜 盒饭 简直就是应有尽有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很多商店在食物还剩一周的保质期食 就会有很大折扣 只要时间一到 不管是什么食物 都要扔进垃圾桶的 还有的商店为了营造走货快食品新鲜的形象 把那些还没有到保质期的食品也直接扔掉了 于是大量新鲜的完全可以吃的食物就进了垃圾桶 因此被扔掉的很多食物 是完整并且可以吃的快过期的食物 想想在纽约垃圾分类是不是要比咱们正常的多一类呢 在纽约很多人都会去垃圾桶里找吃的 当然翻垃圾桶的可不只是纽约的流浪汉哦 还有许多白领和当地的居民 很多有间有房的也照样过这样的生活 这样不仅省钱 而且环保 节约 对于这样一个浪费的城市 你有啥想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